我叫杨轩 一带华夏兵王 武学医学奇才 天海门掌门人 却被师父派到青山市给人帮忙 哎呀 我命怎么这么苦啊 你们别伤害他 我马上来 伸手不错 反应也快了 就贪了 哇 这腿这身材 哎 哎 哎 包 包 哎 这什么情况 难道被我的魅力折服 想要以身相许 你干嘛 我跟你说啊 你这叫光天化日之下 强小男人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陪我去个地方 这钱就是你的 好的去哪 酒店 白富美重金求子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哎 小姐 说好的去酒店呢 我进去办点事 十分钟再没出来 你记得报警 啊 报警 林玉涵 没想到你还真的敢来呀 还来得这么快 快放了 诗雅 哎 嗯 你让开 我当然会放了他 不过你嘛 就要委屈一下了 你 我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我的目标是你 这丫头 只不过是引你上钩的诱饵 什么 像你这么极品的美女 玩起来一定很赞 这次的任务真是太爽了 又有钱嘛 又有美女税 是谁顾得你 我们林家付你双倍的工资 只要你放了我们两个 钱嘛 我是很喜欢 但是我更喜欢你 但你比起来 钱就无所谓了 什么人 小姐 说好的去开房呢 你怎么进来了 你还不快去报警 报警 黑毛我的天 像这种货色 直接收拾了就行 收拾我 口气到不小 老子混社会的时候 你还在玩泥巴呢 失去的话 就赶紧给我滚 看好了 老子可是个杀手 既然你不失去 那就别想活了 杀手 这么弱还敢出来装兵 伸给这下丢了 是啊 没事了 我们现在就走 哎 美女 你是不是忘了答应过我什么 给你五千块钱老污费 从此互不相欠 这么点钱就想把我打付了 那你要多少啊 不是钱 你 小姐 杨学先生 我家老爷请你过去 啊 爷爷 拜见掌门师兄 林老 快快请起 总听师父提到你 今天一见 果然是少年英雄 林老 林老 不敢当不敢当 您呢 也别叫我师兄了 就叫我杨轩吧 爷爷 他到底什么人啊 这是爷爷在天海门的掌门师兄啊 你得叫他 师叔啊 什么 他是你师兄 还掌门 那我还得叫他师叔啊 雨晗 我得无力 你要是不愿意叫我杨轩哥哥也行 哦 这是我孙女林雨晗 林雨晗 他是林氏集团的继承人 这次请师兄出马 希望能保护好雨晗的安全 他好像被人给盯上了 爷爷 我不要这个流氓保护 你让他走 不许胡闹 我去接个电话 你们先聊吧 爷爷 哎 美女 哎 林雨晗啊 你不是说 要去酒店开房吗 你 哎 你现在想怎么欺负我 都行 真的 嗯 哎 嗯 飞离啊 爷爷 你看他 他趁你不在 他就飞离我 你快把他轰出去啊 你 我 爷 别动别动别动 别喊 我在看病 嗯 你这条腿 是不是有延迟性肌肉疼痛 你怎么知道 而且 你昨天有过剧烈运动 还没好好拉伸 没事 我给你按摩一下就好 你胡说 就想欺负我 雨晗别闹 杨轩的师父是一代神医 这招至尊书经手 师父一直觅而不传 今天你算是得着了 什么 这流氓会医术 杨先生 雨晗的安危就拜托你了 不行 我不答应 那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 算了吧 不能算了 杨先生 对不起 这孩子让我惯坏了 爷爷 他就是个臭流氓 你干嘛对他低声下气的 你给我闭嘴 别的事情都可以听你的 唯独这件事 你得听我的 杨先生 雨晗我就交给你了 他要是不乖的话 你可以教训他 杨轩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本小姐的跟班 我让你往东 你就不能往西你 行 那现在咱去哪 又是酒店呢 去给你买几身像样的衣服 免得给本小姐丢人 怎么了 林大小姐 杨轩你个臭流氓 要我不是本小姐机智 早就被你给占了便宜了 行了 说正事啊 你到底知不知道谁要害你 咱不能总这么防守啊 得知道对手是谁啊 我父亲在查这个事情呢 不过现在还没有什么头绪 最近施亚还给盯上了 你觉得这个事 是什么情况 三十二号蝴蝶密码 什么密码 你在说什么 这是杀手界的一种首饰暗语 一共有九十九种 你是不是经常来这吃饭啊 对啊 他们家下午茶还挺好的 是吗 所以我和施亚就经常来这 小姐 您的蛋糕 请慢用 谢谢 臭流氓 服务员 回来 先生您还有什么事吗 你能帮我试吃一下吗 对不起先生 我们店里有规定 不能吃客人东西 怕有毒啊 先生您开玩笑吧 有毒 我的手 你怎么看出菜里有毒的 从小我师父就往我饭里下毒 让我自己找解药解毒 你这个蛋糕一上来 我就知道里面有毒 我可是世界排队前摆的杀手 你个小蚂蚁 敢跟我叫板 等我宰了你 再好好收拾这个小美女 小心 好快的动作 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都没看到 结束了 你这什么拳法 怎么这么快 军体拳 军体拳 不可能呢 我从未见过有人能把军体拳运用得如此出神入化 那是因为你还没遇到我 大神 是我勾业不识泰山 请您高抬贵手着露吧 谁派你来的 我们是从悬商网站上接的任务 有人出五百万 买着女孩的性命 悬商网站 你又死 对 带着你那边那几个废物兄弟赶紧滚 好 杨雪你没事吧 你是在关心我吗 你少来 我就是担心掏医药费 我也想低调 但是没办法 我就像黑夜中的萤火虫一样 那么耀眼 那么风骚 被爱 你少贫 陪我去逛街 换身衣服确实也没那么丑了 什么叫没那么丑啊 我要穿军装比这帅多了 你还当过兵啊 开玩笑 我不仅当过兵 我还是兵中之王 你就吹吧 抢劫了 林玉涵 你没想到吧 杨雪 放开他 别过来 喝了他 要不然我就刮花他的脸 不要杨雪 不要啊 不要杨雪 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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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没人能救得了你了 杨雪 这下没人能救得了你了 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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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么人 你喝了毒药 我们去医院吧 不用 就这点小毒 比起我小时候师父给我喝的差点远了 你真没事儿吗 没事儿啊 怎么了 我想看了这种毒药 这种毒药 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和女人发生关系 否则就会暴力而亡 那现在怎么办 走 跟我去宾馆 快 杨雪 你个臭流氓 雨晗 雨晗妹妹 哎呦 我操 你还 她是我未婚夫 张健人 你是什么人 敢对我张大少动手动脚 她是我保镖 杨轩 保镖 保镖不就是你家养的一条狗吗 说话注意点 要不然你这手就废了 松开 雨晗 想我没 张哥哥今天可是特地来看你的 张少 这样不好 看什么看 没看见老子跟雨晗妹妹干正事呢 你还不赶紧滚 雨晗妹妹 今天我可是特地带了个大单子 来给你们临时计算钱 杨轩 你先回 走吧 雨晗妹妹 咱们上车聊聊 雨晗 天气那么热 喝口水吧 老狐狐狸 少了你三年 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 有了这个 就可以查到幕后黑手了 雨晗 你这姿色 比外面夜总会顶级的货色都要好 今天只要陪我好好玩玩 你家公司的事情 我叫我爸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放开 雨晗 你好美 哥哥一定会偷爱你的 你 杨轩 你现在给我滚蛋 我给你一百万怎么样 杨轩 你要干什么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你 雨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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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雨晗 雨晗你别这样 雨晗 雨晗 雨晗怎么样 雨晗 滚 不是雨晗 你刚才 你混蛋 今天我给闺蜜过生日 你可别给我丢人 好久不见 哈喽哈喽 里边请 哈喽 里边请 雨晗 你还找了个男朋友啊 长得还挺帅 不不 她只是约我去过一次就 啊 哎呀 啊 啊 她是我保镖 见杨轩 本姑娘就算瞎了眼 也看不上她 真的 嗯 那你不要 我可就要下手了 走吧 施雅 快过来坐 别被土包子弄脏了 你叫做杨轩对吧 我叫赵施雅 你觉得 我好看吗 好看啊 那你觉得 我身材怎么样 嗯 不错 那你是想要 雨晗姐姐当你女朋友 还是想要我 当你女朋友 我可不跟你抢啊 那肯定是 雨晗了 为什么 明明我身材比她好 是啊 虽然她小 但是我不介意啊 是啊 人家还看不上你呢 你 你怎么可能看不上我 你是不是个男人啊 是啊 你瞧瞧她全身上下 夹起来都不如我这件衬衣柜的 她不配上你生气 你别看她全身上下 穿着寒酸 她可是雨晗姐姐的保镖呢 就她还保镖 敢不敢跟我练练 你这样的我一个打十个 你是要跟我动手吗 我让你三招 也能把你打成孙子 你敢来吗 算了算了 不难 哼 丧了 怕了 怕了就少出来装逼 你上来了 我快报警 别害怕 我就杀了一只苍蝇 哇 真是苍蝇啊 他会无数啊 我大哥你也太牛逼了 真崇拜你啊 杨萱 你给我滚出来 杨萱 你今天死定了 我这俩保镖 一个是职业拳击手 一个是退役特主兵 你今天要是想活着离开这里 除非你给我跪下 给我磕三个响头 张少 要不今天的事情就算了吧 这儿没你事 你闭嘴 宇翰 没关系 就这两个保镖 还不够我热身的 上 我的手 我腿 我腿 张建仁 现在换你了 给我跪下 然后磕三个头 杨哥 我错了 您大人有大量 住手 爸 胡闹 宇翰 这就是你爷爷给你找的保安 这就是你爷爷给你找的保安 我是保镖 不是保安 谁给你的胆子敢暴打张大少 他给宇翰下药图谋不轨 我打他 算轻的 闭嘴 这是我们两家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个外人来插手了 杨轩 现在给我跪下 给张少磕头认错 不好意思啊 我不会 要不你给我示范一下 放肆 杨轩 你被开除了 现在立刻 给我滚 你 不行 我还是得回去 跟林允涵解释清楚 你给我出去 杨轩 你个狗样的东西 居然敢偷看我女儿洗澡 不是林老板 我是你女儿贴身保镖 所以这洗澡也得寸步不离 扯淡 你已经不是我女儿的保镖了 赶紧给我滚 再不滚 我叫警察抓你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可别跪着求我回来 笑话 我要是求你 我叫你爹 好 什么玩意劲 杨轩 你等等 怎么了 要跟我私奔啊 你要是还没有找到别的工作 要不到我公司去当保安 在林氏集团 说不定能查到黑胡的下落 好 我去 你好 我是新来的保安 我叫杨轩 叫我刘胖 以后你跟着我 我罩着你 看我这体格子 以后有谁欺负你 你就提我名 好啊 谁叫杨轩啊 给我滚出来 兄弟 你怎么惹上这种猛人了 你刚才不是说照着我吗 交给你了啊 啊 这 好吧 死就死吧 杨轩 我告诉你 今天我来这儿 也不为别的 我就是要让你 当着你兄弟的面 给我跪下 让我乐呵乐呵 跪下 才来好像无恙无仇吧 实话告诉你吧 我就是林雨晗的新保镖 要怪就怪你不长眼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是林老板人你来的吧 兄弟 有些事啊 你放在心里就好 今天呢 只要你给我跪下 我也算完成了任务 那我要是不跪呢 你要是不识好歹的话 我也不介意让你 多受一点皮肉之苦 就你这小身把 劫不了我赵行三权 赵行 我希望你不要找杨轩的麻烦 卧槽 美女总裁 见过杨轩说话 男人之间的事 女人别插嘴 这个赵行我听说过 是个练武奇才 还拿过拳锅跆拳套冠军 你不是他的对手 是吗 杨轩 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跪下 我跟你说 男人要能屈能伸 你不要自成灭亡 让我跪下可以啊 叫我一声爸爸 你这找打 我的手断了 这不是跪的也挺好吗 现在换你跪着 让我乐呵乐呵 你 你 在我眼里你就是个垃圾 杨轩 我 这么不尽打 不尽打还装什么 大哥 是你太猛了 以后我就当你小弟 今天晚上 我尽你去吃夜宵 走啊 等等 有什么事吃完饭再说 大哥 你就这么跟美女总裁说话 大概是因为他贪图我的美色 爱上我了吧 走了 喂 爸 雨晗 赵行去接你了吗 我不想赵行当我保镖 为什么呀 这个赵行本事大着呢 你让他接电话 他 现在 可能 接不了电话 你说请我吃消夜就吃这个 唉 这不是最近家里困难吗 我是你们的保安队队长 江宁 那竟然在保安室里打架 必须受到惩罚 惩罚怎么惩罚 我是军人出身 斩军资 就在这里 站到我满意为止 没问题 你 你这是斩军资啊 双脚无力 瑟瑟发抖 你是废物吗 我觉得他没问题 什么 你有意见 有意见 跟我说话之前要喊报告 你是猪吗 队长 公司让你来 是让你当保安的 不是让你来 要务扬威的 如果你想让我们 把你当队长 你要给我们 最起码的尊重 尊重你配吗 你是队长 我是队长 给我出去跑尸圈 要我说你根本 就不配当队长 你自己恐怕 连军资都站不好吧 竟然敢说我站不好 在我面前中 你是在自取其辱 我就给你站一个 你这个军资看似标准 实则一点军人的气质 都没有 身体松松垮垮 徒有其表 你 给你个建议 回去再练几年吧 到时候再跟我 指手画枪 你没这个资格 你有什么本事 敢这么跟我说话 既然你问了 我就让你看看 你 你想干嘛 我不配当队长 怎么样 你 你来当队长吧 我 我不配 看你 杨轩 保了 雨晗被人绑架了 我跟他约了见面 刚到办公室门口 就看到他被人捂了嘴 不知道 带到什么地方去 杀手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挟持雨晗离开公司 这么短的时间 一定还在公司里 杀手一定还在公司里 你们公司最隐蔽的地方在哪 五楼 五楼有个废弃仓库 小姐您好啊 你是谁 我是个杀手 我没有听 我没有长得这么漂亮 怎么总有人想伤害我 杨轩你这个混蛋 怎么还不来 你很漂亮嘛 我对你 很感兴趣 你 你别过来 我对你很感兴趣 柳田先生 兵王先生 你好 我们终于见面了 柳田 在news上 你保这个女孩 我就知道 我俩又要交手了 你虽然是世界排名第五的杀手 但是我很好奇 谁给你的勇气来挑战我 你是忘了被蹂躏的恐惧了吗 你是否还记得三年前的龙银寺事件呢 你是第一个跟我提起龙银寺的人 你是活烦了吗 当时你没死 是个奇迹 今天我要送你去地狱 太慢了 果然是被称为神的男人 我甘拜下风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才能输给你 兵王先生 我一直想知道 亲眼在龙银寺前 看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死在自己面前 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当年为了保命 逃得像狗一样 你就是个闹种 你知道吗 杨璇 你知道吗 你就是个闹种 废物 软蛋 当然 你们华夏人都一样 你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你那些战友的妻子都很漂亮 我很喜欢很感兴趣 我迟早会把他们弄到手 你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你知道惹弄我是什么后果吗 你要是看拔出来 会世界过多而死的 今天不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军人血腥 你真是个疯子啊 杨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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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鲜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是这儿吗 浑身都不舒服 你帮我揉揉吧 我跟你揉 你就是真的 你们别误会啊 护士小姐 请你安守本分 她现在还很虚弱 我还有别的工作 我就先走了 真是祸害一千年 你怎么还没死啊 你就装吧 云翰姐姐 这两天你都担心得睡不着觉 我哪有 什么 杨璇先生 爸 杨璇先生 怎么样 感觉好些了吗 好多了 举手之劳 杨璇先生 我知道你愿不愿意继续回来保护云翰 不好意思 我没兴趣 这点面子都不给 你没有什么面子 要不是林老和我师父的交情 就凭你 想请弄我 你别给脸不要脸 让我回来也行 就按照上次说的 你要叫我一声爹 哼 到辞 不送 你连我爸都敢拒绝啊 他在我这就没有面子 杨璇 你看我比雨晗姐姐漂亮 身材也好 你给我当保镖呗 嗯 不好 没感觉 哎呀 日久生情嘛 是啊 那也得日 才能生情嘛 该换药了啊 不用 我这有 我卖金疮药 这不是我们医院的药 不许上啊 出了什么事 我们可不负责 不用你负责 我自己负责 不行 我得问问医生 我是医生孙杨 刚从美国留学回来 可以帮助你们什么吗 正好 孙大夫 这病人想用自己的药膏 您给看看 你这是从哪里逃的鸟屎吗 鸟屎 这是中草药 中草药 现在还有人心中医 没用的 也就糊弄糊弄你们这些佣人罢了 中医怎么了 就算是医学专家也无法否认中医的价值 你算什么东西啊 我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 你算什么东西 说白了就是个重阳媚外的 怎么了 外国的月亮就比国内的圆吗 可笑 你的朋友 怎么这么没素质 滚吧 臭用衣 孙医生 你帮我看看小姨的腿 她之前被钢筋划伤了 现在伤口恶化 已经没有知觉了 她的情况不太乐观 估计得截肢 怎么会这么严重 您还得给费费心呢 估计得住院一个月 准备钱吧 一个月 这 这里住院费这么贵 真是用意 还一个月 我一小时就能让她出院 杨玄你别胡闹啊 现在的年轻人 怎么这么喜欢说大话呀 阿牛使服伤口的人 也好意思说出这种话 我就说你是井底之蛙吧 这样 咱俩打个赌 如果我做到了 你就在这儿 扇自己十个耳光 并且说十句 我是庸医 敢吗 来就来呗 你以为我怕你吗 好啊 那 那就让你试试 你别扯能啊 相信我 那就请吧 中医先生 把她吹过来 你的腿之所以没有知觉呢 是因为瘀血堆积 现在要帮你把瘀血拍出来 这是要针灸 对 排除瘀血至少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撑大你的狗眼看好了 好 太医针法 这就是太医针法吗 你居然见过 没有 我也只是听我太爷爷说过 这太医针法失传已久 但威力惊人 别大惊小怪的 好了 你试试吧 看看腿怎么样 有知觉了 有知觉了 沈亿 你这是话托在世啊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怎么样 我的中医和你的西医相比 如何呀 随便给你露一手 就够亮下你的狗眼 怎么样 华夏医学帅不帅 酷不酷 想不想学 想 我不先守你为徒 好了 动手吧 杨逊 你给我个面子 刚才的事 就算了吧 你是想让我帮你吗 哦 我扇 哦 我扇 我扇 我是用意 我是用意 好 我是用意 使劲 我是用意 好 哎 我是用意 对 我是用意 使劲 我是用意 对 我是用意 孙医生 知道滚子 怎么写吗 还截肢 还住院 害人不浅 小兄弟 多谢你了 我这腿啊 从来就没这么舒服过 谢谢你 杨逊 哦 对了 这个给你们 这是 这是我的五脉金疮药 敷上它 就可以出院了 好好好 谢谢啊 不行 慢点啊 好 哎 哎哎 不对 关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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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上腰啊 关护士 哎 哎 牛 陪哥几个娃娃 你们想干什么 你猜呀 就你们几个杂碎 也学人家调戏良家美女 小子 赶紧滚 我们找他娃娃 这里没你什么事 你们别嚣张 咋的 你还想管我们不着 孙杨 那几个人是不是你支持的 我 不是我 我就路过 是不是 是我支持的 别打了 杨哥 赶紧滚 杨逊 谢谢你啊 你都帮我两次了 想怎么信啊 以身相选啊 喂 杨逊 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林大小姐 有事吗 杨逊 我命令你回来做我的保镖 你觉得你爸都请不动我 我为什么非要卖给你这个面子呢 这张卡里是一个亿 用一个亿来换你一个面子 你还不亏吧 你要是觉得我是用钱就能收买的人的话 那你太小瞧我了 那你要怎样 除非 你叫我一声老公 我 我 我叫不出来 那就算了 等你什么时候能叫出来 什么时候再说吧 喂 李涵 听说你们公司最近遇到的困难 我手里呢 正好有笔资金 可以谈谈合作 好啊 我请你吃饭 晚上六点来我家吧 就咱俩不见不散 好 干杯 王山 不是说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这算什么情况 雨晗妹妹 你说你 长这么漂亮 家里快不行了 总得有个靠山吧 总不能 以后沦落街头 当个洗脚妹吧 我们家什么情况和你没有关系 雨晗啊 王山对你很感兴趣 我呢 也不介意把你共享给他 我们俩一起成为你的靠山 是你现在最好的出路 我不需要什么靠山 雨晗啊 来都来了 陪我们喝几杯 来 这杯我敬你 不喝 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 你今天休想走出这里 雨晗好酒量啊 这才对嘛 雨晗 咱们谈谈吧 王山对你这么感兴趣 你今晚陪他好好玩玩 我保证 公司的事情 立马解决 我不感兴趣 我不感兴趣 林雨晗 你别装清高了 你今天愿意也好 不愿意也罢 都得陪我们玩玩 雨晗 我惦记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今天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这又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杨萱 你上班打什么电话 还想不想干了 不想干就给我滚蛋 林氏集团不需要你这样干犯的废物 林氏集团什么时候是你江宁的产业了 手在这狗男耗子都管闲事 实话告诉你 林氏集团的董事长 林志远 是我远房表叔的亲戚 敢得罪我 分分钟让你流落街头 把手机给我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小子 给我下跪 磕撒头 我就既往不咎 否则 住手 住手 老小子 你哪儿的 有事吗林总 林总 你不是说这是你表房的亲戚吗 怎么了不认识啊 你被开除了 滚 杨玄 宇涵 不见了 宇涵 我惦记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今天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救命呀 林玉涵 你还装清高 像女神一样 你今天上天无路 落地无门了 住手 落地无门 我今天让你们俩 统统下地狱 揍死他 揍死他算我的 老子有钱 别怕 我揍死他们俩也算你的吗 臭小子 你怀我好事 现在还敢打我 他们两个是我中金聘弃的保镖 一拳就能打死你 上 你是什么咬你啊 怎么这么强 王山 你还有人吗 如果没人的话 今天你就完蛋了 要是有人的话 他们跟你一起完蛋 因为你惹我了 你当保镖不就是为了钱吗 要多少我给你 钱你大爷 你以为我的驾驶你出得急了 我求你 你饶了我吗 如果今天往不来 我饶了雨晗吗 我 我 你个王八蛋 你买东西 杨萱 不 杨哥 杨爷 今天这事 都是王山逼我的 跟我没关系 你刚才不是要睡他吗 我那是开玩笑的 雨晗是我的女神 我哪敢卸徒她呀 开玩笑的 那我也给你开个玩笑 今天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杨哥 你也太爱开玩笑了 警告我 以后你不能碰林雨晗 要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 杨哥 我肯定不会了 下不为例 晚了 雨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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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萱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自己一个人来这儿干嘛 还不是因为你 那还不是因为你不叫我老公 你 我喊不出来 你怎么了 雨晗 你该不会是 雨晗 杨萱 雨晗你忍一忍 杨萱一会儿就过了 雨晗 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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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晗 我刚才 终于清醒了 你刚才一下就把我扑倒了 然后搂着我 然后跟我说 杨轩哥哥我要 没跟你说 我差点没把数 你别说了 怎么还不回来啊 雨晗 雨晗 爸 雨晗 你没事吧 爸 刚才那些花人 想要欺负我 还好杨轩及时赶到 谢谢你 杨轩 小菜碟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等等 杨轩 有件事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有什么事说 当初冒犯您 是我有眼无珠 如今 我想请求您原谅 回来继续保护我女儿 我考虑一下吧 当时赶杨先生走 都是我的错 我想 以一个父亲的身份 恳请您 继续保护我女儿 好吧 我可以回来做保镖 但是我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给雨晗当保镖 但是她呢 要给我当女仆 什么呀 你想的美 我觉得挺好啊 正好也可以磨练磨练 雨晗的性子 爸 你怎么把女儿 往火坑里推啊 实在不愿就算了 我也不想求啊 你 等等 算你很 雨晗 几天不见 脸漂亮了 张叔 听说你跟我们家臭小子 有点不愉快 我替他跟你道歉 年轻人嘛 有点小摩擦 很正常 张斌 介绍一下 这是杨轩 是我父亲 给雨晗请回来的保镖 非常不错 不敢当 听林老提起过 他可是对你赞不绝口啊 今日一见 果然一表人才呀 好了 咱们也别站着了 请坐吧 来 这次请你来 是有件事想跟你说 你也知道 最近 一直有人想伤害我女儿 不久前 我得到了一个幕后黑手的消息 哦 有消息了 志愿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说 只要我能帮得上的 我一定帮 竟然有人想伤害雨晗 岂有此理 你看看 认不认识这个人 这个李华 是我们公司的财务部主任 不过 几天前 因为农业公款 已经被我们开除了 而且还听说 他因为欠下巨债 跳楼自杀了 他真的是你公司的人 李华这个人 心机很深 是个小人 他该不会 想借此破坏 我们两家的关系吧 志愿 你该不会怀疑我吧 我怀疑你 就不会请你来了 那就好 不要因为这种小人 影响我们两家的交集 雨晗 明晚必然有一个书法宴会 还请雨晗赏光 也让贱人那个臭小子 跟你赔罪 一定 那我就先走了 嗯 你们不觉得这个人 很可疑吗 什么意思 区区一个财务部主任 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挪动几百万 而且这个幕后黑手 一定很了解雨晗的 生活习惯和个人喜好 绝对不像是一个 素未谋面的人 有点道理 而且这个李华 早不死晚不死 偏偏这个时候死 你是说 张兵有鬼 不知道 反正小心为妙吧 嗯 我感觉 现在咱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那之后 就还要麻烦您 保护雨晗了 这你放心 我一定贴身保护 吃饭睡觉上厕所寸步不离 你想的美 好了 那我先走了 杨轩 你们俩 同去了 我怎么会跟他同去 本姑娘又不瞎 他就是回来给我当保镖了 哎 你个女仆 请你摆正咱俩的关系 喂 女仆 你们玩得也太刺激了吧 去死了 雨晗姐姐 要不这样 你好像看杨轩很不爽 那咱们联手收拾他怎么样 怎么收拾 以咱俩的智慧 联手收拾杨轩 那还不轻轻松松拿下 你们俩 来我穿上干嘛 杨轩 听说雨晗姐姐做了你的女仆 我要挑战你一下 怎么样 挑战 嗯 你想怎么挑战啊 斗地主 斗地主 脱衣斗地主 来 谁输了 谁就脱一件 但第一个脱光的 就算彻底淘汰 如果你淘汰了 你就要给本姑娘 当男仆 没问题 那要是 你淘汰了呢 那本美女就给你当女仆了 一言为定 来 诶 诶 雨晗姐姐 你看我胸上长了个肺子 好痒啊 哎呀 好大一个肺子呀 斯卡 出完了 哦 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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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洗杯 唉 雨晗姐姐 人家的腿好干哦 哎呀 你肩带都露出来了 四个肩 出完了 嗯 我又赢了 姚萱 你就乖乖做我男仆吧 脱 再来 来 四个二 还剩一招 杨萱 你输定了 我要让你 把你内裤都输掉 是吗 可是 王诈 四五六七八 哎呀 妈呢 脱吧 脱呀 你就侥幸赢 继续 来呀 四个三 叮叮叮 四个四 四个五 脱吧 干嘛呢 脱呀 袜子也算的 当然算了 穿在身上的就算 来吧 叫地主 地主 我叫地主 叫地主 我再叫 再叫 地主 这样吧 最后一把 一把定胜负 谁输 谁全脱 本姑娘奉陪到底 哎呀 你说的 我说的 四个圈 四个K 四个尖 四个二 王诈 哎呀 哎呀 那个我有事 我先走了 哎不是 等会 杨轩 杨轩 你把手松开 哎呀 赵世衙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女仆了 知道了 主人 主人 明天有个宴会 你陪我去一下呗 那 就得看你表现了 主人 好不好吗 嗯 雨涵你来了 哟 还带了个男朋友来啊 她是我的新保镖 杨轩 这是孙姐 张总的秘书 你好 原来就是个保镖呀 保镖有什么资格 跟我握手 也对 不过林雨涵 也只是我的女仆而已 女仆 嗯 好清楚 这是在外面 在家里我才是你女仆 在外面你是我保镖 哦 那两位这边请 好啊 雨涵 你终于来了 啊 啊 杨轩 我今天没招你 没惹你 你他妈踹我干嘛 我说过 我以后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雨涵 你这个保镖 怎么这么没教养 给我立马滚出去 杨轩 要不今天 现在是西式宁人 毕竟在他们的地盘 还是要给他们面子 好吧 那我看在雨涵的面上 今天只打你一次 我操你大爷的杨轩 什么 林雨涵居然是他女仆 他竟然还说 只踹张上一脚 这个杨轩是什么人 看来不简单 雨涵 书法是文明人的事情 像他这种野蛮人 是不会懂得 其中的精髓和内涵的 不瞒你说 在书法上 我还是很有教义的 雨涵妹妹 你是初学书法的吧 我来教你怎么拿笔 别碰他 你别多管闲事 我在教雨涵书法 像你这种野蛮人 是不懂这种高雅文化的 你也懂什么叫书法 绝对比你懂 笔师笔师 你也懂书法呀 略懂一二 估计你也就是略懂皮毛 老二爷 还想和我比试 真是自取其主 杨轩是吧 你一个保安 不对 保镖 就好好当开门狗 还想跟我们张绍比书法 你这种粗人 知道怎么拿笔吗 就是借做讨教一下而已嘛 讨教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 给你露一手 让你长长见识 又有幸看您写的字了 里头纸背 这字写得太好了 就算苏胜在世 也得赞不绝口 唉 我的字 再美 也没有语含美呀 真不错 算是入门水平了 这小子谁呀 口气这么大 这种大师手笔 还敢说刚入门 刚才不是说要跟我比试吗 来吧 献丑吧 好吧 那我就献丑了 请多指教 这个字无法形容了 简直无可挑剔 豪气冲天 能看到这样的词 真是此生无憾了 怎么样张建仁 我这个野蛮人写的字如何呀 凑合吧 那和你这笔呢 五五开吧 好厉害呀 你要不叫我写字吧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天赋了 你们在干什么呢 张总 您来了 小子 不要这么客套 我就是个糟老头子 我来随便看看 大家不要拘谨 哎 这是在笔试书法吗 张总 您可是本市的书法名家 他们都是写着玩的 这个字写得不错 谁写的 父亲 是我写的 不错 你这段时间进步神速 我很欣慰 哪里哪里 都是父亲教导有方 大气旁驳 豪气冲天 避风凌厉 入目三分 这是现场哪位老先生写的 这字没有几十年孤立 写不出来 张总 这个不是什么老先生写的 是这个年轻人写的 随便写写玩玩 原来是你 我今天来呢 是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小儿张建仁 跟林雨涵小姐的婚事 我们打算下周就办 真好啊 真是好 我和林家呢 也算是老朋友了 我们打算亲上加亲 简然 你可愿意娶 宇涵为妻 不愿意 我一定会把他当成宝的 宇涵 你可愿意 嫁给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我不愿意 好 跟我张家作对 你想好后果了吗 既然宇涵不同意 嫁到你们张家 那我宣布 你们二人之前的婚约 彻底作废 而且告诉大家 一个好消息 林志远先生呢 已经答应 把宇涵 许配给我 你昨天为什么说 我父亲把我许配给你啊 那不是为了措措张家的锐气吗 再说怎么了 不愿意啊 谁要嫁给你 你反正都说 你是本姑娘的未婚夫 那你就继续装我的未婚夫好了 那干嘛还假装啊 宇涵 怎么办啊 我妈要强行 把我许配给王山 石雅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你妈也答应了 你就同意了吧 对不起 我有喜欢的人了 我不能接受你 是谁 你有喜欢的人了 杨轩 是这个孙子呀 不就是个保镖吗 没钱没事的垃圾 这种人有什么可喜欢的 如果你不高兴的话 欢迎去找杨轩的麻烦 能狠狠收拾他一顿 就够好了 他给你提鞋都不配 至于养活你 根本没这个能力 我可以包养他呀 这种被女人包养的小白脸 是我们男人的耻辱 我就喜欢这种小白脸 可惜他不让我包养 你还有事吗 没事我先走了 今天要是不答应我 你就别想走 放开我 求婚就求婚吧 动手动脚就是你的不对了 小铃 我看你有几分姿色 跟我走吧 跟我走吧 用心 找诗牙 你们给我等着 别放 杨哥 你怎么来了 看看你啊 顺便看看 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 不用 自从你把江林赶走之后 我就是队长了 杨哥永远是我大哥 喂 爸 不行那个钱 咱就不要了 你千万不要去啊 爸 喂 爸 怎么了 出什么事吗 我爸去找些 可公司赖账 保安叫他滚 还要 还要揍他 我爸不服 闹到公司领导家里去了 什么 我真不知道我爸 能干出什么事 帕尔 这样 你告诉我公司在哪 我去帮你找他 我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你 你已经帮我够多的了 别废话了 你既然叫我生哥 天塌下来我顶着 说吧 信不够我啊 那又麻烦哥了 说 张氏制药 张氏制药 张家 有点意思 行 放心吧 刘叔 你跪着干嘛 快起来快起来 我是你儿子的朋友 你儿子不放心 让我过来看两人 快起来 你是我儿子朋友啊 辛苦你了 我不能起来 我需要跪满半个小时 他才给我薪水 他给我薪水 我才能给我儿子娶媳妇啊 快起来吧 杨轩 怎么又是你个逼崽子啊 看来咱俩很有缘啊 老头 瞅谁呢 想不想要薪水了 还不踏踏实实跪着 让本少爷多乐呵乐呵 刘叔 就算你跪满了半个小时 这孙子也不会给你工钱的 说得没错 本少爷上次看上的豪车还没买呢 想要薪水 归到死吧 刘叔 没事 我替你讨回工道 杨轩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你敢在这儿动我 你信不信你今天活着走不出这大门 别打了 你小子真是钱多了良心就省了 他妈人渣啊 你不是喜欢羞辱别人吗 我今天让你尝尝同样的滋味 让你知道什么叫恶有恶报 关闸人啊 要杀人啊 杨轩 赶紧放了我们张寿 江宁 原来你跑到这儿当狗了 你都不骂谁 你还助纣为虐 江宁 快点给我滚 要不然我不介意再收拾你一段 杨轩 你给我挡仗 张召 你等等 我去摇人 你 张建仁 你不是拽吗 继续拽啊 喜欢让人跪下 我也喜欢 现在就给我跪下 跪满半个小时 杨轩 你别太过分了 过分 你欺负人的时候过分吗 我今天不跪怎么着 你是让我废了你吗 跪下 对嘛 这才怪 我让你跪下 你就跪下 在我张家的地盘 也是你能撒野的 妈 救我 杨先生 公然到我张家打人 这不合适吧 爸 他太嚣张了 快报警抓他 你给我闭嘴 畜生 别以为我不知道 今天这里发生了什么 潜心的事情 你给我好好解释清楚 爸 这都是误会啊 误会什么 孩子在找借口 别以为你是我张斌的儿子 就可以无法无听 张老板 教子有方啊 在家背风 你好 我代表张氏集团 给您赔个不是 潜心的事情 确实是我们不对 这里是五万块 了表心意 不用那么多 不用那么多 没事刘叔 拿着吧 就当打土豪了 谢谢你 谢谢 来 好了 那个刘叔 您先走 我接个电话 好的 喂 赵氏亚在我手上 如果你想见他最后一面 来我家后边 一个人来 如果我发现你带了人 我马上杀了他 赵氏亚 上次我跟你求婚 你跟杨轩那家伙 合起火来 让我又了面子 赵氏亚 你还是一如既往地漂亮 当然了 我漂亮 这还用说吗 今晚 你是属于我的 我做梦都想得到你 不行 你不能碰我 为什么 你知道我等这一天 等了多久吗 不要急于一时嘛 今天真的不行 要不明天吧 不行 因为我 我来姨妈了 不行 我等不及了 这黑灯瞎火的 你注意点影响 杨轩 你终于来了 干嘛 请我吃饭啊 是啊 请你吃断头饭 哎呀 王山呢 你这是旧伤美好 又想添新伤了 别跟我装逼 今天就是你完蛋的日子 杨轩 你虽然很牛逼 但这是老子的里边 你只能认我宰割 我就不信 今天收拾不了你 彪哥 八爷手下 白虎堂堂主 都是敢玩命的主 你要是敢跟我转 就往你身上 多添几个刀眼 哎 后面那个 我劝你把刀放下 要不然你会哭的 哼 小子 你还挺拽 这被刀架着脖子呢 还敢跟我叫嚣 我怎么会怕死 怕死的应该是你们 哎 我说你小子 都看见棺材了 还跟这儿装呢 哎呀 大哥 刚刚是我多有冒险 你你啊 就放了我 干嘛去啊 去哪啊 我让你走吗 大哥 您还有什么事啊 刚才你拿刀架 我脖子上这账 咱俩还没算呢 这一掌赏你呢 有意见吗 没有 没有意见 多谢大哥赏赐 哎 哎 哼 小萱 误会 今天那一切都是误会 您别过来 我求求你了 你饶了我妈 我下次再也不干了 下次 还想有下次 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动物窝女人 到底是什么下手 爷 亲爷爷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下次见到你 我绕头走 女儿 没事吧 本美女聪明无敌 能有什么事 看你这样也不像有事了 但是不得不说啊 他们这滚得还挺性感 杨萱 刚刚吓死我了 你怎么真的敢一个人来 我以为你肯定命丧当场了 好了好了好了 没事没事啊 有我在 没事啊 杨萱 施雅 怎么回事 刚刚我被王山绑架了 幸好是杨萱救了我 施雅 杨萱现在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妇 所以还是希望你们能保持点距离 杨萱 明天陪我去一个宴会 张冰父子把我爸给绑架了 如果我不去的话 他就没命了 雨晗 你来了 他怎么跟着一起过来了 我不让你一个人来吗 重新介绍一下 这是我现在的未婚夫杨萱 参加宴会 那未婚夫应该很正常吧 我劝你俩最好老实一点 雨晗 不然 我可保证不了你爸的安全 雨晗 过来一下 我给你准备了个特别节目 别碰他 放尊重点 杨萱 你不应该去那边坐着吗 别在这里碍事 好啊 走 雨晗 我知道你喜欢围棋 今天特地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有兴趣赏光吗 没有 你不是让我们去那边待着吗 杨萱 要不一起去吧 你是在邀请我吗 不好意思 你请不动 你爹还差不多 杨萱 你别敬酒不吃 吃罚酒 万一他们真的做出什么事情 雨晗 你要是喜欢下围棋 我可以教你 很简单 没几个人下得过我 别担心了 走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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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跟着围棋大师学习了八年 今天我就用这份白玉和黑玉制成的棋子 献给林雨晗小姐 啊 这么贵重的东西 哎呀 宋小姐了 我想我们之前 之间存在一些误会 今天 我将用这份礼物 向他表示歉意 并且 重新做我的未婚妻 不愧是张总的儿子 人品真好 人品又好 又大气 刚刚杨萱先生大放厥词 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围棋家 比得上他 杨萱先生 不如你给各位露一手吧 我看他这个样子 就不会像这样有本事的 我看他就是华正取宠 没胆识 别理他 只会口出狂言 废物一个 张绍 你别难为他 我没有为难他 我只是给他自我表现的机会 是吧杨萱 没事雨晗 虽然我很低调 但是我绝不退缩 要不然想人会笑的 我就给他露一手吧 我给你摆个残局 你敢破吗 蛤 蛤 垃圾就是垃圾 你根本看不懂我摆的棋局 你马上就要输了 不一定吧 不可能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神之一手 这种劣势能够翻盘 不可思议 我从未见过如此微妙的棋局 不好意思张少 我赢了 杨萱 你可以走了 把雨晗留下 张建仁你什么意思 他是我未婚夫 你让他走 那我也走 等等 站住 雨晗 你不是想知道你爸的下落吗 你让杨萱走 你留下来陪我乖乖玩玩 我就告诉你 雨晗不走我是不会走的 我这次聚会邀请的都是各界社会名流 各个出身高贵 你这种人 不配出现在这里 你不要以为你有几个臭钱 就可以装上流社会了 我告诉你 你骨子里还是下流的痞子 哎呀 抱歉 没有情景 没有情景 一律不许入内 这是规矩 你这种低贱的人 是不配出现在这里的 滚吧 臭气干 闭嘴 林雨晗 再动我一下试试 不 是你要求的让我动你试试 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听到这么有趣的要求 跟没跟你说过 别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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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林志远在哪 我死都不会告诉你的 告诉我林志远到底在哪 就在 就在外边满路 边上的沉水沟里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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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喝吧 你爸现在很危险 但是还有生命体征 现在送医院 快 爸 爸 爸 伤者胸口的银针是谁炸的 是我 这玄妙的一针保留了伤者奄奄一息的生命 如果没有这一针 他必死无疑 以前我对中医针灸有很大的误解 谢谢你让我懂得了 花下一束的伟大 请受我一拜 好了好了好了 现在不说这些了 患者虽然还没有醒 但是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请家属放心吧 嗯 杨萱 谢谢你 张氏父子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张建仁 你以为躲在这儿就没事了吗 躲在这儿 我猜我自己家吃饭 用得着躲吗 你杀了林志远 难道就没有一点亏据之心吗 林志远那老东西 死就死了呗 见命一条 哦对了 忘告诉你了 林志远一死 他家的产业 可都是我张氏集团的了 包括你最爱的女人 林雨晗 你放八蛋 梁萱 我已经找到了你的克星黑胡 你要是敢动贱人 我就弄死林雨晗 雨晗 战兵 你放了雨晗 我就放了你儿子 雨晗你没事吧 终于见面了 黑胡先生 今天是时候了结我们之间的恩怨了 你们走吧 你确实有点本事 能从我的手里活到现在 你只挡住了我三成的实力 就这么厉害 顾佣兵排名第一名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狂 你算个猫啊你 我承认你很厉害 不过 我还没有展示真正的实力呢 这世上 没人 能接过我三拳 我就不信 能接住我第三拳 打完了吗 你就这点实力 我还没热身呢 你去死吧 丁王 我在这儿滑下嚣张 没人能制裁得了我 你在这儿嚣张 谁都制裁不了你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谁能杀你 求你别杀我 我从此滚住华夏 再也不会踏踪这片土地了 大发慈悲 放过我姨妈吧 放你姨妈 当年在龙吟寺 你杀我战友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大发慈悲的放他们姨妈 敢侵犯我华夏 敢动我女人 敢挑战我军人的威严 战友们 我给你们报仇了 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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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 别哭 杨涵 还闹着他 要加油 可是自己还没人 请不吝点 说 我给你们订阅 我们尽力了 他的伤势实在是太严重了 这绝对是我十年来见过最糟糕的伤势 医生 求求你救救他 不是我们不想救 全身粉碎性骨折 我们也无力回天 现在只是靠他残存的一点意志力 需要多少钱我都出得起 现在只能气到奇迹了 就算是再厉害的神医过来也救不活的 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 小女娃哭哭啼啼啼什么呢 嚷嚷 别挡着老头子的路 小女娃长得还挺漂亮 过两年赶紧给我徒弟生个大胖小子 徒弟 我知道我徒弟 有此一切 虽然他不成大器 但好歹是一代兵王 这么挂了 太可惜了 臭小子 你不蹦的了 师父您能救救他吗 您给他吃了什么 小女娃 你还真关心他 您真是他师父 您确定能救回杨萱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能救他了 您不会是江湖骗子吧 你到底给他吃了什么 西随丹 这是由八十种种草药精炼而成 老爷爷 他到底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 正常人三天 意志力强得两天 这小子 明天就能醒 兵萱 你他妈什么怪物啊 这么快就醒了 师父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你能活吗 那你要是不让我来这当保镖 我能死吗 万恩负义的东西 早知道不救你了 师父 这次就别走了 跟我们一起生活吧 老夫 老夫仗见天涯 四海为家 不习惯稳定的生活 我走了 师父 终于知道醒过来了 臭流氓 杨哥 是我们夫子 狗长人士 还虽头上冻土 还请您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们 那就看你们表现了 我已经把张家所有产业 都过到您的名下了 从今以后 张氏集团就是您的了 好啊 但是我已经把罪行的视频证据 交给了警方 下半辈子 等着吃狼饭吧 爸 贱人 爸 杨轩 等你出院 咱们结婚吧 我现在就能出院了 啊 好